畫面再借我 等一下請你幫我開啟舊檔 在我們的2D上課練習裡面 有一個叫做 Erase E-R-A-S-E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刪除的部分 剛才有看過了 那我們這次詳細的來講一下 好 來 刪除 我們可以從修改的下拉式功能表 看到這邊有個刪除的按鈕 你也可以從這個按鈕裡面去點選刪除 對不對 再來你會看到我這邊有寫個紅色的 紅色是它的快速鍵 之後我會發一個快速鍵的表給同學 你們的講義 你們的課本前面好像也有一些快速鍵 好 那在CAD的操作上面呢 它會有一些快速鍵的用法 好 它的快速鍵其實很簡單 好 你不需要去死背它 因為呢 它的快速鍵都是選 英文單字的前面一個或兩個英文字母 當作是快速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刪除碼是E-R-A-S-E 對不對 它的快速鍵就是E OK 好 再猜一下 L-I-N-E 這個線它的快速鍵是什麼 是不是L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移動 MOVE 代表什麼 它的快速鍵應該是什麼 是不是M 對不對 這是取前面一個或兩個英文字母 好 這個圓呢 圓是CIRCLE 你覺得它的快速鍵是什麼 是不是C 好 再來 COPY 你覺得它的快速鍵是什麼 是不是CO 對不對 因為C已經被原用掉了嘛 那它就是CO OK 它的快速鍵很簡單 好 不需要去死背 只要知道英文單字 就應該能夠猜得出來 它不會說 明明叫ERASE 給你取一個K當快速鍵 讓你完全想不到 不會啦 沒有那麼無聊啦 好 這個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在指定行裡面打一個E 好 這時候ENTER 就進入到了刪除的動作 好 我們剛才有看過嘛 叫我選取物件 我去點它 我去點它 好 這邊等一下請同學先改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個框框很小 有沒有發現這個框框很小 內定值都很小 這個一定要先改一下 怎麼改 等一下幫我按一下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選項 進入到選項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做選取 有個叫做點選框大小 內定值很小啦 幫我往右邊變大一點 中間偏右就夠用了 也不要太右邊 中間偏右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我覺得是最好用的 確定了以後 你再去下達一個刪除的指令 你會發現你的框框是變比較大了 選的時候就不會那麼辛苦了 好 就比較好選了 好 這個先改一下好了 好吧 怕你們等一下忘記 來 當我下達一個刪除的指令 它要我選取物件嗎 看一下指令行 它要我選取物件 好 我去選擇我要的 我要刪除的 點選它之後 有沒有發現出現虛線 代表我選到這些東西了 而且這邊會告訴我數量 你總共選到了幾個 有沒有 好 選完之後呢 我是不是可以按個Enter鍵 空白鍵或右鍵去確認 我要刪掉它 OK 好 這是我們剛剛所玩過的嘛 好 再來呢 它可以讓我先選取後執行 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們剛才的做法 是不是先下指令 它要我選東西 我才去選 選完之後按個Enter鍵 空白鍵或右鍵 確認嘛 對不對 好 其實我也可以幹嘛 其實我也可以 我沒有下任何指令 我直接先選物件 選完之後按一個刪除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我先選物件 選完了之後 按一下鍵盤上的Delete 也可以把東西刪掉 OK 好 你可以先下指令 後選物件 還是先選物件 再下指令 都沒關係 好 試試看 OK